大家早 在今天跟著前兩天有點不同 因為今天的午後蒸雨的狀況要增多了 而這樣的天氣形態來說 我們用時間點來告訴大家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 上午的時候 你現在準備要外出 還是要特別注意中午是悶熱的天氣 因為南風帶著水氣上來 使得各地的濕度相對的偏高 悶熱的感覺變得更為明顯 不過到了中午的時候 水氣一到了高山地區 就容易有起濃霧的現象 山區的午後對流雲層正在發展當中 不管你是行車 爬山 能見度差 都要特別的留意了 但到了一兩點以後 開始從山區的部分 逐漸的往西半部的平原下過來了 在下午的時候 不管你是務農的朋友 或者是在這空曠地區 在活動的朋友們 都要特別注意小心不要被雷擊了 還有到高山上面的話 也要特別注意不要被雷擊了 不過山頭頂上霧雲密布 到了傍晚的時候 溪水都有暴漲的狀況 在溪邊溪水溪邊工作的朋友 在下午到傍晚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了 週休假期我們天氣晴朗 午後陣雨在週休會減少 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先來注意到北方有封面 南邊這邊在南海有個低壓 低壓系統正在往海南島方向移動 這個系統對我們是沒影響 而我們的天氣最主要受到的就是高壓的影響 這個高壓的勢力明後天會略微的退縮 但你注意從菲律賓旅宋島到 這個菲律賓海這裡都是大的低壓帶 當這個高壓勢力略退縮的時候 偏著南風帶著水氣上來 我們的午後陣雨從週三週四週五 將會要增多 不過禮拜六禮拜天高壓再增強一些 接著我們的午後陣雨在週休又是減少 但要注意是下個禮拜二以後 高壓勢力開始整個退縮了 南邊的低壓區的低壓帶就會開始往北的方向移動 高壓退得快的話 那就會逐漸往琉球群島方向走 高壓退得慢 到了下週三週四 就會逐漸到達我們東方的海面 當然未來的這個變數 等到週休假期之後 再看看這邊的系統有沒有發展的機會 我們來看看今天晚上的地面天氣圖 今晚仍然是北方有封面帶 我們台灣上空仍然在高壓的邊緣的影響之下 來看一下今天的溫度了 溫度形態來說在中午仍然是悶熱 北部三四 中部三四 南部三十二 但是到了午後的話 午後真雨 西半部都有機會 東半部是下午在花冬雲亮多 歪島地區天氣晴 澎湖有點午後雨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中午悶熱記得戶外活動補充水分 還有下午外出活動的時候 記得要攜帶雨具 海荒鮑魚乾杯 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 714 享有折扣喔